普阿利斯夫人没和奥罗尔聊多久 十几分钟后 他们就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卢米安陪着姐姐 将普阿利斯夫人一路送出了大门 她随即望向奥罗尔 她让你帮什么忙 奥罗尔撇了下嘴巴道 让我在赞美庆典上领唱 我拒绝了 科尔渡村的四巡节有三个环节 一是春天精灵祝福巡游 二是水边仪式 三是在教堂内举行的赞美庆典 最后这个主要是以演奏乐器与大合唱的形式进行 在达列日地区 领唱的往往是教堂唱师班 但科尔渡村没这个条件 只能找善于歌唱者来代替 至于演奏乐器这部分 村民们倒是不为此发愁 在有牧羊人传统的村落 音乐或者说乐器是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的 要知道牧羊人们常年在野外 不是住窝棚 就是打地坑 除了同伴和羊群 他们最常打交道的只有随身携带的笛子 放牧 打牌 闲聊之外 吹响笛子用音乐抚慰自己的内心 几乎是每个牧羊人都会做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 形容一个牧羊人处境艰难贫困潦倒的话语 是他连笛子都没有 身旁有如此多的牧羊人 科尔渡村别的村民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他们在广场上聚会聊天时 必然会有人演奏乐器 让悠扬的旋律回荡开来 嗯 鲁米安健姐姐意志坚定 内心颇为欣慰 那些庆典看热闹起起哄就行了 真要做主角不仅浪费时间 而且还容易惹来一些不必要的觊觎 为了保护势力 在仅有没有灯提供照明的情况下 鲁米安只看了一会书就选择洗漱上床 认真思考起该怎么安全的试验出自身在梦境里有什么特殊之处 那位女士连续几次的建议都无比准确 让她不自觉就完全相信了她的话语 夜深人静之时 鲁米安又一次进入了梦境 在那里醒来 她摸了摸个个口袋 习惯性点数了一下 确认217费尔金25颗配的收获仍然存在 输了口气 鲁米安提上斧头和钢叉 灯灯下楼 直奔造炉位置 炉火已然熄灭 我没做梦的时候 这里的钟表依旧在走 鲁米安略微皱起了眉头 这么真实的梦境里 自己哪会有什么特殊之处 钟表依旧在走势达列日地区一句俗语 意思是时光不因人类停留 永远在往前流淌 鲁米安回到自认为最安全的卧室 放下斧头和钢叉 刷刷脱掉了衣物 然后 她走到衣柜附带的全身镜前 一寸一寸检查起自己的身体 看与现实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毫无异常 精神上的特殊 鲁米安没急着穿上衣物 静止走回睡床 学着姐姐 盘腿坐下 之前 为了让她做清醒梦 奥罗尔教过她一些粗浅的 不涉及神秘元素的冥想法门 她现在想试一试 看在完全静下来的场景中 能不能察觉到精神和身体上 可能存在的特殊之处 第一步 调节呼吸 鲁米安加深了呼吸的力度 放缓了相应的频率 一次次缓慢悠长有自身节奏的呼吸中 鲁米安一点点让自己的大脑放空 与此同时 她于脑海内勾勒出一轮赤红的太阳 让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上面 以此排除掉其余的杂乱念头 这是奥罗尔特意叮嘱过的 让她冥想时一定要选现实存在且代表着光明的事物来勾勒 免得被某些污秽的邪恶的事物盯上 作为永恒猎羊犯信徒的鲁米安第一反应就是观想太阳 她的心灵逐渐平静了下来 感知中的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那一轮赤红的烈日 忽然 鲁米安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 那似乎来自无穷高处 又好像就在耳边响起 既让人听不清楚 又有雷声轰隆的意味 无法言喻的嗡嗡之声里 鲁米安心脏狂跳起来 脑袋就仿佛被人插入了一根铁钳 用力搅拌了几下 剧烈的疼痛瞬间爆发 那轮赤裂的太阳变得鲜红似血 并飞快染上深沉的黑色 这冥想中的画面随之破碎 鲁米安猛地睁开了眼睛 大口喘起气 有种自己快要猝死的感觉 足足十几二十秒过去 她才从那种冰死的体验中缓了过来 她本能低下脑袋 审视起自己的身体 她看到左胸位置多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某种深黑色的 类似荆棘的符号仿佛来自心脏 从体内长了出来 它们一个接一个连在一起 链条般往背后延伸而去 而这些荆棘上方是疑似眼睛的图案和虫子般的扭曲线段 它们都成青黑色 此时 这些如同纹身的事物都在缓慢变淡 鲁米安先是一惊 旋即有了诸多想法 她飞快下床 直奔全身近前 用背对准了她 然后 她竭力往左扭头 查看背部的情况 她勉强看见 由黑色荆棘组成的链条 在背心处又钻入了体内 也就是说 这荆棘锁链以环的形式锁住了她的心脏连同对应的身体 黑色的和青黑色的是两种不同的符号 青黑色的这些感觉有点眼熟 嗯 和我流浪时帮助过的那个老头身上的很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开始做有大片雾气的梦 鲁米安分析着身上不同于现实的特殊 直到它们彻底变淡 消失不见 看到这一幕 鲁米安颇感失望 虽然找到了特殊之处 但她觉得毫无意义 因为引导他们出现的过程让她极为痛苦 接近死亡 这种快要昏迷过去的状态下 去面对那背着猎枪的怪物和给她送食物有什么区别 而如果等到她重新有一战之力 特殊又快要消失了 梦境里气候颇冷 像是山里的初春 鲁米安总是光着身体也不是太舒服 快速又穿好了衣物 仅仅只是做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她就异常疲惫 脑袋又有点痛了 很显然 刚才冥想带来的冲击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如初的 这种情况下 鲁米安决定今晚放弃探索 不做常试 好好睡觉 认真修养 她睡醒一觉后 天还没有亮起 望着屋内的黑暗和靠近窗帘处的些许飞红 鲁米安将梦境里发生的事情仔细回忆了一遍 我之前在现实里也冥想过很多次 都没有听到那奇怪的声音 也没感觉到有什么痛苦 只有在那个梦境里才存在特殊 鲁米安疑惑坐起 打算坐下确认 她又一次按照流程 尝试起冥想 那轮赤红的太阳飞快浮现于她的脑海 她心灵的杂乱渐渐沉淀了下去 这是鲁米安熟悉的冥想体验 没有奇怪的声音 也没有剧烈的痛苦 更没有冰死的体验 过了一阵 她结束冥想 解开扣子 低头审视起自己的心脏位置 那里没有一个符号 果然 那是属于梦境的特殊 影响不到现实 鲁米安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失望 她抬起脑袋 望向被帘幕遮住的窗户 念头随之发散开来 思考起梦境里那种特殊能不能被利用 该怎么被利用 就在这个时候 她看到窗外似乎多了道黑影 不大的黑影 鲁米安的瞳孔一下放大 整个人高度紧张 她最本能的反应是叫姐姐 但随即想到 自己就在家里 奥罗尔说过会看着这边 她应该已经有所察觉 于是小心翼翼下床 缓慢靠近窗口 这个过程中 鲁米安时刻等待着姐姐叫停行动 奥罗尔没有出现 鲁米安来到了窗前 抓住脸部 谨慎地将她拉开了一道缝隙 窗外是安静而幽深的黑夜 飞红的月亮远远挂在天边 不远处轻轻摇晃着叶子的榆树上 一只猫头鹰静静站在那里 正对着鲁米安的窗户 她比绝大部分同类都要大一圈 眼珠一点也不呆板和僵硬 望着鲁米安的眸光带着难以言喻的俯视感 那只猫头鹰 她又来了 鲁米安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 这猫头鹰和上次一样 与鲁米安对视十几秒后 什么都没做就展开翅膀 飞向了黑夜的深处 鲁米安一时无言 隔了好一会儿 她才拉开窗帘 骂骂咧咧道 脑袋有病是不是 每次都来看一眼 看一眼 也不说话就走了 你是哑巴吗 还是智商有问题 这么多年都没学会人类语言 其实 鲁米安对那只猫头鹰的举动 有自己的猜测 认为是姐姐的存在 让他不敢做什么事情 毕竟奥罗尔说过 叶利只要不离开这栋建筑 就可以保证安全 如果他刚才一时冲动 把脑袋探出了窗外 那只猫头鹰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静静飞走 骂了一阵 鲁米安决定拉上窗帘再补一会儿绝 他目光随意往外面扫了一下 突然凝固在了那里 十几米外一片小树林边缘 有道人影正缓慢走过 他穿着粗布制成的身色长裙 头发稀疏而苍白 那罗卡 鲁米安认出了这道身影 那正是他之前询问过巫师传说的那罗卡 那罗卡的脸庞仿佛半融入了黑暗 眼睛在淡淡的飞红月色下反射着奇异的光芒 整个人动作异常僵硬 如同游荡的鬼魂 PS 感谢黑夜优理打赏白银蒙 感谢黑夜优理打赏白银蒙